挂铃的狗 依所预言25 有一位商人 养了一条狗 那条狗常常会挣脱绳子 笼子 跑到外面来咬伤过往的行人 于是 商人就在他的脖子上面 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铃铛 提醒来往的行人 注意避免被他咬伤 有一天这一条会咬人的狗 又跑到外面 并且洋洋得意地对另外一只狗说 你看 我身上的铃铛 是不是非常漂亮呀 这一条狗就回答他说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呢 你身上的铃铛并不是勋章 铃铛是为了表示你 左耳朵端常常咬人 他是在警告我们 你来了 要我们赶快离你远一点 不要被你伤害 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 华丽的外表 演示不了丑陋的真面目 美得才能赢得大家的赞许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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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